到厦门就下雨 闷热的天气 去看车 往二组车市场走 就是要来看这辆斯科达 先去找我联系的销售 13年的车 跑了15万公里多 一手 这出风口都老化了 问题不大 因为和明锐的件是一样的 其他部分主驾驶座椅残点 15万公里 侧翼磨损有点严重 车里也没清洁 小事故 没有大事故 气囊啊 水箱 框架都没问题 就是要的贵 还没有保险 先背车 就是后备箱放东西方便 第二排座椅还能放倒 但是性能车来说 它和高六GTI比 就差不少 驾驶也便宜 得能便宜 价近两块钱 多少年没坐过 双层公交舍了 而且还不是旅游线 票价一块钱 那辆斯达 应该就算没什么兴趣了 除非它能便宜卖我 现在驾驶扛什么死 我都不想还价了 然后帮我朋友来看他想找的车 11年2.0T的赛威 车主把漆面都做了 细节稍稍差点 但是 确实整车效果还挺好 前挡换过 其他玻璃都原车 没有大事故 轮胎 1921的都有 内饰挺新的 自己换的大平导航 座椅磨损什么的都不错 后边顶棚有点脱脚 别的 问题不大 那辆赛威怎么说呢 两人都以前 11年20T 如果我就是喜欢大车的话 他那车是车商 平时自己用的代步车 我去他家里看的 整体收购还不错 肯定后续整修也得花一句不少钱 但至少 短期内开 问题不大 不过我不喜欢那么大的美国车 我平时看车更喜欢看小车 4米81里 沙拉有点太甜了 比较意外的是 他这餐铁面包烤得真挺好吃 他家这个海鲜沙茶一面 确实挺好吃 他的汤汁就是味道很浓 海鲜口感也不错 我之所以觉得面包好吃 可能是因为他里边夹了橙皮 而且我就特别喜欢柑橘类的水果味道 就认为他这面包特别好吃 凉了以后就差很多了 厦门这只BRT确实与众不同 管理方式和地铁差不多 也是正常安检 然后扫码进站 在站内直接上车 和广州那这有点像 又不完全一致 至少广州那这BRT的 道路优先权肯定没有这边好 厦门的阿卜主广场 都是阿卜主 吃得非常好啊 各位同行们好 交流一下经验 交流一下经验 邹信 阿卜主 aaa 好 待会了 到晚 再用一把塑膠的水